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是人们会运用木材来搭建房衣 用竹子来制作篮子 甚至用草来编制草席 当然除了这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呢 人们用来打发时间 或是增添生活乐趣的一些玩具啦 童玩啦 也都可以运用自然的素材来制作 那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 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乡土童玩达人苏国标 那他就是因为小的时候 没有钱买玩具 所以就跟着父亲 还有哥哥一起到山上放牛 那再经过路上呢 看到芒草感 或是稻草 就会随手拿来制作草边玩具了 那像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手上这一个啊 就是苏国标 他跟他父亲所传承的记忆 就是仿造早期农村生活的一个骨叉 所制作出来的迷你版小骨叉 那我们说了那么多就赶紧来看一下 VCR 现在我们来制作一支芽刷 把这个有结的地方剪掉 它的种子这个地方剪掉 要先剥开成两半 要剥开成两半 把捏一下它会 就会破掉 然后用手 你不要用刀子 这样可以剥哦 比米工刀还快 来 横的剖开面像自己 直的剖开面像自己 大概一公分多 用食指跟拇指把它捏住 折 绕一圈 用食指来挡 这样总共做十五次 把它对折 对折以后啊 拿一只它的叶子来绑 绑好以后 往上推 这样它就会很紧 然后用剪刀 把它剪掉 把这是牙刷 一把 好玩的牙刷 短短一分钟 纯手工制作的盲草牙刷 就完成了 让人不得不佩服 草编达人的手工技巧 眼前这位就是 乡土童案达人 苏国彪 同心未名的苏国彪 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草编玩具 不论是草刀或是好彩头 各个微妙微笑 因为他将草编玩具 融入生活当中 从这些逗趣可爱 逼真写实草编作品 不难看出他对草编的热忱 与喜爱 这个是一个铃铛 用芒草做的 是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这是我跟我爸爸 我哥哥他们学的 这个是一个黑素精 黑素精的东西 我现在替杨小姐来收拳 天清清啊 地灵灵啊 路下铁灰尖文明啊 土地都滚度啊 心情所欲所万千 还有像叉拔明后啊 像天董啊 像天祥 路下铁灰尖文明啊 老公啊 回来啊 老公啊 回来啊 说起与草编结缘的过程 教育界退休的苏国标表示 五岁开始接触 只因为小时候 没有钱买玩具 便跟着父亲 开始学做草编 不仅丰富童年生活 也成了他小时的童晚 长大后更透过草编制作 参加比赛 没想到成绩一次比一次好 心中的成就感也就越来越大 渐渐的反而变成了兴趣了 小时候我们住在乡下 我们乡下人都很穷 根本没有钱买玩具 那农闲的时候 我就跟爸爸或是跟哥哥 上山去放营 爸爸跟哥哥 他们就会用这些东西 来做一个好玩的东西 有声音的东西 会动的东西 所以从小 我们从五岁多 就开始接触童晚 从五岁多就开始接触童晚 剩下很多的比赛 都能够得到名次 去展览的时候 又可以碰到很多同好 我们就学习他的优点 他的长处 他的这个 他们会的 我不会的 我们去请教他 跟他做交换 跟人家交换 人家很乐意 从小就与父亲 学习制作草编的苏国标 现在成了草编达人 但他却不受限目前的记忆 反而努力希望加强技术层面 因此苏国标积极在各地 拜师学艺 不论是父亲传承下来的 手作技巧 或是专家指导教学的方式 都让苏国标警惕在心 同时也成了他全新创作的 构思来源 那这个是 我在报纸上看到 东山国小有一个达人 他很会做雨伞 我特地去请教他们 那把它学起来 变成我自己的东西 那这个芒草呢 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我自己呢 这个创作的这把刀 这把刀也有声音 自己创作了一把刀 我创作的东西呢 还有这个好彩头 这把长刀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还有一窝的小鸟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一件件做工精细 小巧可爱的草边铜腕 在苏国标演中 样样都是老祖宗的智慧 对他来说 唯有代代相传的民俗记忆 才能够真正保留 早期农村生活的真实样貌 五根一交叉 中间还有五交叉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苏国标 回忆当年 几乎家家户户 都以制作草席 作为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源 但随着社会形态转变 草席逐渐消失 面对即将失传的草席之作 苏国标毫不犹豫 开始推广这项记忆 希望能够保留过去的 儿时回忆 我从小时候五岁就开始编 因为我们家里很穷 必须要做这些草席来卖 贴补家用 小时候做 但长大以后就没有看到了 可以说面临失传 因为快要失传了 所以我用这个机会 用到各个机会 比如说农卫有邀请我去 我就去那边推广 让这项民俗记忆 能够永远流传下去 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通通通只有一个步骤 你找五根稻草 五根稻草 左边五根一交叉 右边五根一交叉 它总共有七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步 中间还有五交叉 不过能被称为乡土同案达人的苏国标 当然不是只会用盲草杆 制作草边玩具 它还会透过任何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物品创作 不论是打包袋或是铁罐等 在它灵活巧手下 转变成一件件有趣又复古的乡土同案 可说是物尽其用 真正做到环保功效 我们买冰箱买这个洗衣机 外面都有这个打包袋 把这个打包袋 我们把它再利用 如果光去买新的来做也可以 也比较鲜艳 但是它是万年垃圾 我不建议去买的来做 我们用资源再利用来做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眼镜 眼镜的做法 把它短的放下面 长的放上面 左边折 右边折 上面折 然后从这个上面洞 你把它穿过去 拉紧 这叫手表结 手表结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镜框了 再穿一次 这个原来可以用 最原始的是用灵头叶做 或者是用椰子树叶做 也可以 然后这个把它扣回来 这是一个镜框 我们可以把这个镜框 做一个我们喜欢的造型 比如说做一个爱心 我把爱心 那再来 我们再用两条35公分 一样做手表结 一样做手表结 把短的放下面 左边折 右边折 上面折 然后 然后 从上面冻穿过去 拉紧 这是一个手表结 我们做点净的边 我们做点净的边 好 这样戴起来 挺好看的 从苏国标制作完成后的笑容中 可看出他心中 多么喜爱乡土铜腕 这项民俗记忆 不但保存所有制作过的铜腕 更将它变成教学素材 在各地传承 让许多人感受到 他对铜腕的用心 如此优秀的乡土铜腕达人 更曾代表台湾 制作出具有深厚农村风格的 45件铜腕 并由县府文化局 转正到美国休斯顿儿童博物馆 让苏国标感到相当荣幸 我有个感觉 台湾的东西 能够跟世界各国的铜腕 并驾齐驱 能够在那边展览 这是我个人的荣幸 我觉得感觉上很骄傲 感觉上很骄傲 能够把我们台湾的东西 带到美国去 苏国标这项草边记忆 不单单让自己乐在其中 更推广到国外 成功引领台湾早期农村的 铜腕迈向国际 让更多人认识与了解 乡土铜腕的特色与魅力 草边一般来说 像这个里面有放铃铛 有声音 其他的都没有声音 只有形状 小朋友是很喜欢 但是如果有声音 会动 小朋友更喜欢了 所以我们选择一些资源再利用 我们做一些这个球 铃铛 这个球有声音 这个有声音 这个会动 小孩子都很喜欢 对苏国标来说 乡土铜腕不只是一个玩具 更是一项文化传承的象征 它代表着先人的智慧 与台湾历史发展演变历程 如今这项记忆 却逐渐被众人遗忘 十分可惜 苏国标只期盼 能借一己之力 努力推广场面艺术 让大家熟悉 并学会这项民俗记忆 同时将台湾早期古早味的铜腕 与世界各国的传统艺品 定价齐驱 苏国标早期是跟着父亲 以及哥哥一起学习制作草席 而草席对于早期的台湾而言 可以说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民生必需品 为除亚热带地区的台湾呢 在夏天的时候 如果有一传好的草席啊 不仅可以调节体温 人们也可以因此换得一夜的好眠哦 也因此呢 这样子的草席对台湾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物品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变以及 生活形态的转变 像是草席啦 草帽啦 这些需要高度仰赖手工记忆制作的物品呢 也渐渐的失传了 而这样子的记忆也必须靠像苏国标这样子的有心人士来加以推广保存 对啊 那除了会制作这个几张失传的草席之外呢 其实苏国标它还会透过很多资源回收再利用的物品 来制作一个乡土铜腕哦 像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啊 它其实就是透过我们平常买冰箱啦 或者是买电视啊 它用来固定的打包袋 所制作的一个打包袋的球 而且啊 它还会发出声音真的是深受小朋友喜爱呢 是的 像这样子深受小朋友喜爱的童腕呢 不仅是在台湾受欢迎哦 曾经呢 在桃园县政府的安排之下 苏国标先生有45件作品 被送到美国的休士顿儿童博物馆当中来作展出 也让国际的小朋友呢 一起见识分享到了属于台湾的乡土铜腕 那说了那么多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是普茶员黄西田 大家请注意 龙林渔木叶普茶开始咯 普茶对象有龙木叶 龙氏及畜牧服务叶 还有林叶和渔叶 普茶期间从4月10日至6月10日 请龙渔民全力配合 若有任何疑问 可以打电话确认或上网查询 龙业普茶办好来 龙家生活好未来 行政院主记处关心灵 全国的善良百姓 有许许多多都遭受到诈骗案的伤害 现在两岸不作打击犯罪 不只达成共识已经在执行当中 因此我们内部跨部会整合 而且只有民间跟政府通力的合作 来保障人民不受诈骑这样的一个安全 诈骑诈骗大家一起来 欢迎回到义游团安宇 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乡土同案达人苏果彪 那他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 除了告诉我们制作草编玩者的技巧之外 其实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乡土同案达人苏果彪 这些植物啊的生长过程也是相当重要的哦 例如说芒草杆他是刚出生的时候 或是芒草杆他正茁壮的时候 甚至是芒草杆他出现干燥的情况 究竟是哪一个时期比较适合拿来制作草编玩具哦 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呢 苏果彪都会一一的告诉我们 是的苏果彪自己真的是相当热心推广这个草编童玩哦 因此呢他为了让更多现在年轻的孩子们 也都可以体验到这样子的乐趣以及这样子的记忆 所以他到很多学校的社团当中来做教学 同时苏果彪先生也是桃园县的街头艺人 如果下回观众朋友在街头看到他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好好的跟他教学互动一下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回到节目中 一起看看苏果彪带领我们进入草编童玩的世界 像这一根芒肠它已经干掉了不适合做 你看它的花多肉光了不适合做 这个比较这个还没有成熟 要找成熟这个要露出来 这个要露出来才算成熟的 这个还太嫩 这个芒花芒花感要大概要六七十公分 那这样就可以做成各种东西 这样刚才太嫩了就不适合 这个是刚好可以做的 对于植物凉弱执掌的苏果彪 走在路上看见一旁的芒草感 就可以马上知道适不适合制作童玩 拥有丰富经验的苏果彪告诉我们 容易取得的素材最容易让它作为乡土童玩的创作 然而看在苏果彪眼里 不一样的素材所创作出来的童玩也大不相同 素材 素材很多 比如说竹子 竹叶 零头叶 香丝树叶 月桃叶 我们根据它的材质 比如说是扁平的还是圆形的 就可以制作成各种东西 芒草感只可以做很多 比如说飞鸟 一卧的小鸟 关刀 鸟 轿子 雨伞 等等 很多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教你们比较不容易学到的 这个民属草边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草刀 制作乡土童玩超过上百件的苏果彪 除了让自己保留儿时回忆外 同时也积极在各国校指导草边制作 担任中浦国小老师 长达十多年的苏果彪 退休后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中浦国小 传承草边制作 对他来说 童玩不只是童玩 而是一种传承的文化 虽然随着科技发达 小朋友们的玩具逐渐被塑胶玩具取代 手工的乡土童玩也已慢慢消失 但透过定期回到学校教学指导 不但带领下一代孩童 共同找回快乐时光外 还能让他们了解民俗童玩的故中乐趣 这个尾关先朝下 跟手对齐 跟手对齐 对齐以后 绕手指头伸直 然后绕一圈 两圈 三圈 绕到完 东浦国小我服务19年 对他特别有感情 所以我一不容实地 只要学校有需要 我就随时可以过来 距离我家里也很近 看着苏国标细心教学 反复指导学生练习 即便是再简单的动作 也不厌其烦地一说再说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真正学会 属于台湾的传统民俗记忆 看着这些民俗童玩 它一点一滴在流逝 因为大家都被这个 现代的电脑取代了 塑料玩具取代了 我看到这些东西都渐渐流逝 觉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们就决定到科校去教 只要他们有兴趣 想要回味以前复古的东西 那我就会出去教 面对苏国标的教学 对学生们来说 虽然是上课行事学习 但却有如玩乐般的创作 从一开始对草边的陌生 进而满怀期待 到最后充满成就感 由此可见 苏国标的草边教学 不但让孩子们走进同样世界 更落实快乐学习的教学方针 我觉得虽然刚开始很陌生 但是经过苏老师的讲解之后 就慢慢学会 所以就觉得上这草道的课 还蛮有趣的 学会这个草道之后 我想要回家跟爸爸妈妈或是兄弟姐妹 一起分享上课的内容和老师讲解的过程 一开始觉得老师的教学方式很好 因为讲的非常的精细 而且还会不停的重复 所以一连串都做的都进行的很顺利 可是却在中途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长刀不怎么的好玩 可是做完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长刀比别人的好 所以我觉得做这项长刀非常的有成就感 因为也可以学习到以前的童问是多么的好玩 也可以知道童问是多么有趣的物品 所以我还想做其他的童问 学习古代的玩具 小朋友的喜爱完成了苏国标希望传承的目标 而苏国标的细心指导 让小朋友获得更多乐趣与成就 同时也让乡土童万 在孩童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从事乡土童万创作长达四十多年的苏国标 民国九十六年时 曾因为工作太忙碌 身体健康亮起红灯 一度出现中风症状 如今身体硬朗的苏国标 回想起中风那一年 他笑着说 当时我就是靠编织这些乡土童万来复健的啦 只要呢这个学校希望学到这样的东西啊 我愿意抽空去 至于玩到什么时候呢 我自己也没有规划 一直玩玩到老 苏国标透过童万成功赢回自己的健康 也让我们从他身上 看见对于乡土童万的热忱与坚持 对于未来虽然没有抱持着伟大的梦想 但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希望能够一直玩下去 哇刚刚透过VCR 相信观众朋友一定可以发现哦 苏国标老师他的教学方式 真的是相当的轻松呢 不像一般我们传统上课的时候 是课版的 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的教学 反而是反复的说明同一个步骤哦 其实他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 真正学会属于台湾传统的民俗记忆呢 是的 透过苏国标活泼生动的导引方式 让这些台湾现代的孩子们呢 也有机会自己动手做 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孩子们培养了耐心 培养了毅力 最重要的是这些看似简单的湘土童腕 透过每个孩子不同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作品 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而孩子们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 学会了珍惜物资以及环保的精神 对啊 那今天看了那么多的湘土童腕 不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拿起支援回收利用的物品 然后动手做做看 属于自己的湘土童腕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再引你把鼻子的科学 再一步all 这样就一个湘 Gul 然后把底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